嘩 從小到大 我媽媽的生日日子都是一個米 總之我感覺到下個星期生日吧 她不是的 她想發脾氣就可以用這個 你說吧 昨天 你去哪裡 昨天是什麼日子 你說吧 昨天我生日了 你前天才生了 昨天也是 昨天是救力 今天是新力 今天是潤月 又到了匪夷所思的時間 今次就是叫做四大長老 我也看到有人問什麼叫四大長老 四大長老 其實你結婚後 老爺奶奶 外父外母 那些就是叫四大長老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每次不是遲說 又是忘記說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要CLS和按鈴鐺鐘 記得記得 好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 第一個就叫做 Miss Ting KW Wiii 我家裡的親戚朋友 都是基督徒來的 我的婆婆 都信了這個基督教的 但是有一天 一家人一起祈禱吃飯的時候 她婆婆祈禱最後說了一句 多謝觀音 那一刻整個呆了幾秒 是不是她剛剛才信教 Mimita Lut 或者她買菜 街市賣菜的名字叫觀音 哦 哦 Safety做了你今天的位置 是啊 可能是 可能已經叫做觀音 哈哈 就是別人那些 大家在家吃飯前 好了 躲下頭 Thank you God 什麼什麼什麼 說完說完 多謝觀音 哈哈哈哈 想多謝你 那個多謝關公 我們看過一張照片是關兒哥都在拜關公 哈哈哈哈 這個叫做 Jobie Alisa Leung 有天逛逛逛街 媽媽就 咦? WTS是什麼 Whatsapp 哦 Whatsapp我 媽媽就說了 我今晚不在家吃飯 我就說OK 之後拿著飯盒回家 媽媽煮到整台菜 原來媽媽的東西是沒有問號的問題 我答OK 即是回家吃飯 今晚不在家吃飯 我應該有個問號 今晚不在家吃飯 哈哈哈哈 我盛頭黑人問號 地鼻吊到上天堂 媽媽就表示自己沒錯 標點符號不是必須 同時我就學會 媽媽Whatsapp問 我打電話服 哈哈 媽媽我愛你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經常說text message 真的太容易拿東西 是 有時候標點符號 Emoji Emoji 就可以表示到你那個 黑人的心情 其實問題是應該要問的 問題是應該要有問號 應該要問號的 接著就到Conny Lamb 喂 偶爾我會跟老公一起去奶奶 跟老公姐姐吃飯 很多時候我跟老公姐姐已經吃到很飽 然後奶奶會不斷叫我們繼續吃 有一次奶奶無端夾著雞肉 又跟我老公說 吃多一件燒制 哈哈哈哈 接著拿了碗 拿了碗湯 叫她喝了燒制 哈哈 哈哈哈哈 之後每月奶奶說吃飽 老公的姐姐就會跟她說 吃條菜啊 燒制啊 接著什麼都說 吃什麼都是燒制 奶奶就會用粗口說 說我們笑夠她 哈哈哈哈 這個燒制也挺好笑 那時候 因為她的助手有很多這些東西 我們出去唱歌 我們自己帶一些音樂backing去 MMO代表有音樂 沒有人聲 MMM就即是 咪嘴 有了人聲 那 又跟她的助手說 喂 記得啊 今天 MMM 她就說 嗯 即是她的助手經常說 你記清楚 今天MMM 回來她買一包M&M給你 她 做什麼事 你要M&M嘛 唱歌之前要補充體力嘛 哈哈哈哈 這位朋友叫Patrick Yu 一家人去行山 在坐滿的旅程車上 媽媽就問了 大熱天時 都不知為何要去行山 妹妹就說 我是Yama Girl嘛 然後爸爸就很大聲說 我是Yama 這個很聰明 入得好 入得好 你爸爸很厲害 這個就叫做Cordelia Charlotte Wong 小時候考試 婆婆就入房催我粉 我就說 還在收拾東西 婆婆就說 你收拾什麼 我說 滾糞 婆婆就說 那你滾完糞便快點睡了 又說糞 我保心的 不是 我讀的 這次不是我說糞 是婆婆說的 她還笑笑口地說 那你滾完糞便快睡了 哈哈哈哈 我考慮一下 將這些如果好事的 我拍出來 就像短劇一樣 拍出來給你看 Jonathan姐 喂 話說我婆婆 很怕我老公發爛 所以她就經常 陰狗濕濕 趁我老公不在場 就隔著 阿姨 姨媽 表姐 就給我說話 要我生孩子 其實我跟老公 因為有很多原因 還有很多共識 就不生孩子 直到有一天 一大盆人吃飯的時候 婆婆終於忍不住 就直接當著我老公的臉 就問我 為何不生孩子 或者她希望我老公 會軟化 軟化會肯生孩子 起初我老公都很冷靜地回答 不生啊 我不育的嘛 婆婆不心思 再加多兩邊 再搶 就說不育 便起床 有個小朋友 家裡熱鬧很多的 我也想照顧小朋友 我老公就開始著著著 你這麼想叫小朋友 你自己生啊 婆婆 她就說 傻了嗎 我的經驗都停了 你怎麼生啊 老公 她就說 哦 那就是 爸爸 你拿個電話來 我幫你安裝一個交友APP 微信那些 結婚女朋友 生個B 給媽媽照顧一下 之後一直掛著吃飯的老爺 微笑著 默默遞了電話給我老公 哈哈哈哈 即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李仙依士士 喂 從小到大 我媽媽的生日日子 都是一個米 哈哈哈哈 讀到這裡 就已經很卑兒所思了 我覺得 可以結束了 可以結束了 命很長 每次都說她什麼時候生日就什麼時候生日 連我爸爸都不知道我媽什麼時候生日 蛤 很可愛 很可愛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終於我感覺到下星期生日 她不是的 她想發脾氣就可以用這個 你說啊 昨天 你去了哪裡 昨天是什麼日子 你說啊 嗯 昨天我生日了 你前天才生了 昨天也是 隨時可以拿來發人打 昨天是去年 今天是今天 昨天是舊力 今天是新力 今天是潤月 哈哈哈哈 總之呢 每年十月至一月 這四個月 哈哈哈哈 所以這麼多年來就 順從媽媽她說 什麼時候生日 我們就什麼時候去慶祝 話說 前年 某日我媽媽突然 WhatsApp 我說 知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哈哈哈哈 糟糕 糟糕過自己的女兒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生日啊 我老媽 哈哈哈哈 我想也想不到 就回答了 怎料她說 那天是她生日 還要當晚慶祝 因為她不喜歡保祝的 哈哈哈哈 之後我就說了她 生日又不早說 然後就馬上生氣了 要整個星期才哄回她 之後我醒了 九月開始就問她 今年多少號生日 哈哈 但她會回答 有很久了 生日就告訴你 哈哈哈哈 說你家很開心 搞生日已經很開心 你幾年生日了 你們能問的話 我一定不會難為你們 不要這麼快 自己先 生日告訴你 是啊 是啊 她每一年都決定一次 她什麼時候生日 還有她是自己知道的 她知道自己是 我喜歡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是啊 是說到明 我喜歡什麼時候就知道 是啊 說到明 我想跟別人一樣看 不然我也要找到一隻蚊才行 是啊 怎麼 一樣 應該要帶好一些蚊貼 當小朋友 我們出街一定會貼蚊貼 但重點 你貼到蚊貼也好 你也要看得很緊 因為蚊會看到你有沒有看 我想跟蚊對啤 我看你還要住得多久 哈哈 哈哈 華森 阿公種菜給大家吃 有一次過閉路電視 偵察到後院的動靜 一按進去 原來她拿自己的水喉 給她施肥 哈哈 其實施肥是否本來都是一些施肥料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可以的 只不過你親眼看到這個 你就會覺得 如果我看到她這樣 我就 哎呀 你一條水喉可以嗎 等我來幫你一齊磊 哎 我還要開大 但她這個是內循環 因為她是紫色蚊 是 她肯定說甜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菜這次很甜 你千萬不要說是 下次直接給你喝 哈哈哈哈 我看你這麼喜歡我的菜 一定是這個原因 外面的菜跟我的一樣 只是有一個分別 我就用自己的這條 你說不斷賺到飛起 我拿給你喝 這個叫做 Ronnie 她在看這條鏡子 就說送中機很帥 媽媽就在廚房說 蛤 她做甚麼好帥 她又說過演唱會 然後我說 甚麼呀 甚麼演唱會 送中機 媽媽就說 鄭中機 適合去演唱會 送中機 不是鄭中機 鄭中機 她說了很大聲 送中機 她說 哦 你不是在說鄭中機嗎 哈哈哈哈 她就是不說送中機 這個是不是促進 這個親子的對話時間 對呀 平時也沒甚麼機會跟兒子說話 這個真的對呀 之前都是那些 聽不到說話的 她有一個是離很遠 兩個在對話 她就說 陳思拉的女兒 嫁了 那個聽錯 她說 蛤 掛了 她問她甚麼病 她說甚麼名字 胃癌 她說 哦 胃癌 哦 陰窮 哈哈 完全答錯了 是啊 她們是對話佬的 對呀 對話佬的 她們自己能完結 不是我喜歡那個 送中機啊 哦 你不是在說鄭中機 旅行的士 香港遊 先生小姐 哈哈哈哈 之前婆婆向一眾姨媽阿姨進行訓話 鬧著鬧著就爆了她的碟 你老母 好 她媽媽跟她的 是的你繼續吧 你對的了 你對的了 你繼續吧 我馬上小聲跟媽媽說 你是不是馬上在吵自己啊 哈哈 我媽媽暗笑了 叫我 請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知道這個訓話那麼厲害 這樣拍 是啊 她一看著 厲害了 立刻要吵 喂 你先說 不准幫口 今天是甚麼日子 哈哈哈哈 這個叫 Dave Hong Kong 喂 話說之前 坐在車上突然肚子痛到見雲 回到家就跟媽媽提起 我今天突然很肚子痛到見雲那一隻 媽媽就說 我都試過啊 你記得嗎 我跟著你那一陣子 我就說 我在你的肚子裡 怎會記得 不是對媽媽來說她有份參與 是的 對媽媽來說她以為你在這裡 你知道的 她怕可能會對著你說 壞事搞到我肚子那麼痛 你那時候在裡面就 你這個演法是醉了 哈哈哈哈 好了 就這麼多了 今天讀完了 OK啊 今天都 OK啊 生日媽媽是一流 這個是完全猜不到 但是她媽媽還是很開心 而且覺得自己沒錯 就是這樣的 你們不會的嗎 對啦 打去問她何時生日 她還要 哇 你們問我 我不會告訴你 遲些吧 過一陣子先 太早 我到時再問 我再告訴你 這個我想試一下自己 覺得媽媽 我可以拍出來 其實有很多 我都覺得可以拍出來 之前 學校的那些可以拍 咦 我們找些學生才行 我頂風做阿Sir 我做不到學生 但我又很想做學生 不是 你自己一個人做兩邊 啊 嗯 對啦 我想看你這樣鬍鬍 突然之間 穿下方那種毛子 那種後下毛子 你不明白嗎 整面鬍 然後說自己 吃不下 現在才拍回桃河威龍那些 哈哈哈哈 桃河威龍也是高中 好像是小韓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要COS 和按鈴鐺鐘 我們下次見 拜拜